周瑜派出了六五兵啊 然却独一阙西北一阙 学生猜想 周瑜为什么要将诛灭曹操的天大功劳 让给主公 为何 周瑜是有意要将曹操驱赶至我军阵前 好让曹操死于我军之手 让曹氏将这笔仇恨记在主公头上 话说诸葛亮给周瑜借来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之后 直接乘坐赵云的小船返回了江夏 因为战役马上就要在黄盖的诈降计划中实施 此次曹操必定大败 为了夺得战争中的弘历 一回来就开始布置 命令赵云率兵三千 直奔乌林小道 在芦苇密处埋伏 带到曹操兵败至此 趁势杀出 曹军既使不能全军覆莫 也能杀他一半 遵命 然后命令张飞率军五千 前往怡林葫芦口埋伏 曹操兵败之后 必定不敢走大道 而改走北怡林小路 趁着曹操立足不稳 快速杀出 就算情不得曹操 这份功劳也是不小 随后命令 弥方弥竹刘峰三人 率领快船 沿江擎拿败兵 收缴兵器 最后 安排公子刘琦前往武昌驻守 只要曹操败兵返回 就泪鼓出击 随后 就打算跟刘备一起准备酒宴 好急 眼看着重将一个个都有了任务 唯独他关羽没有 不由的契机 赶紧询问为何 我本想派给云长一紧要的爱口 但有些放心不下 孤儿不敢用 为何放心不下 诸葛亮表示 曹操此行败退 避走华荣道 只是担心 你为了昔日恩情 心软放了他 我为何要放他 曹操当年对你恩身四海 难道你就不想报答他吗 关羽表示 想当年斩炎梁 朱文丑 解白马之围已经报答过了 这次会战乃百年不遇的大战 岂能因私费功而放他 如果私下放了又当如何 军法从事 好 在孔明的逼迫下 关羽只能以立军令状为由 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让刘备心里担心 他太了解老二的性格了 一旦曹操败退 向他诉说昔日恩情 关羽肯定会心软 到时候又该如何处置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 还是因为周瑜 江东的排兵部阵 就是围三缺一 为了让曹操走 而让自己这一方去背锅 可是即便杀了曹操 他在北方的实力 仍然排名第一 所以不如不杀 反而把这份人情送给关羽 也为日后留下一个后门 就在各方大军 都已准备妥当的时候 万众主目的赤壁大战 终于拉开了帷幕